女排世界冠军状态低迷仍过郎平种用,经过特训后她能否满血复活在最新一期的女排集训名单中,除了刚刚回归的张长宁和姚迪之外,我们又看到了杨俊庆的身影,这名世界冠军一度濒临退役,毕竟经历过伤病之后,她的状态能否恢复如初仍是未知数,不过在近日的训练中,除了杨俊庆接受恢复训练的同时, 另一名世界冠军同样获得郎平针对性的训练,她就是23岁的新星王孟杰,此前女排国家联赛分战赛中,王孟杰的状态较为一般,即使是进入总决赛之后,王孟杰仍未发挥出最佳水平,因而王孟杰也是遭受诸多质疑,她的遗传能力仍是大问题,所以此次的训练中,郎平也是对王孟杰进行特训, 从训练中我们可以看到,王孟杰和林立两人轮番接受发球机的考验,而林立的表现依旧老练,她不慌不忙地接下许多难度较高的球员,状态也是一如既往的稳定,反观王孟杰,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,面对发球机的折磨,王孟杰的表现十分痛苦,更值得一提的是, 由于她此次将护壁遗忘在北伦基地,王孟杰不顾腾痛轻装上阵,她也是付出了双臂通红的代价,好在此时助理教练灵机一动,王孟杰将霸子脱了作为护壁上阵,果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,王孟杰训练也是与佳起劲, 只是通过训练看来,王孟杰的遗传能力确实有待提高,毕竟单论起防守,天津新人梦,子泉丝毫不会比他逊色,因此王孟杰也必须抓紧训练,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,否则他的位置同样有可能被新人所取代,而通过此次针对性的特训,王孟杰能否满血复活,在接下去的比赛中大放一彩,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